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 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 台湾新竹来的甘家华 最美好的青春都与武汉连在一起 我叫甘家华 来自台湾新竹 我是2011年的时候 从台湾新竹来到了武汉 就读本科 硕士 博士 都是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 等毕业的时候 我就职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也在武汉安了家 这位是我的老婆跟小孩 是我们本科的时候在华科认识的 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音乐比赛 那个时候我走在前面 然后她在后面 然后我走楼梯 下楼梯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哗一声 就看到她摔在了地上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产生了好奇 就怎么长这么大了 居然走楼梯都不看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一起聊天 然后一起玩耍 然后一起参加社团活动 然后过了没多久之后 我们就开始异地恋了 我当时是在汉口的统计医学院 它是在武昌的华科本部 那个时候在11年 武汉的时候交通不是特别的便利 当时只有一条703 那个公交车站 一个半小时 然后又塞又堵 然后开得又快 当时每次都这个703 连接着我们 然后在窗外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建设 看到武汉一步一步 每天都不一样 至于工作的话 我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 泌尿外科 在此非常地感谢 武汉市中心医院这个平台 不管是蔡院长 郭主任 陈主任 毛主任 各个主任 反正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地多 毕竟我出出茅庐嘛 真的很多东西都不会 他们不管给我的鼓励啊 还有一些学习啊 让我在这个平台 学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我们平常工作的就是 手术室跟病房 门诊三个地方跑 有时候忙的时候 到晚上12点 都有可能在做手术 医生这个职业 还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个职业 虽然累 但是还是快乐着 在其中收获了很多感动 我们在救治病人的时候 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 都是稀松平常的 我就记得有一个病人 就是急诊过来发热 然后我们帮他插了管子 然后隔天他发热就降下去了 然后后来病人就很感动 然后给我们一封感谢信 然后那感谢信我也一直留着 就一点小小的举动 就让我们感觉特别大的成就 病房里面有些老人 生病的时候 一家大小 就是他的儿子啊 女儿啊 轮番地过来探望老人 过来的帮他送吃的 然后和家温暖的情况 看着特别的温馨 也感觉到武汉人的率真 还有武汉人的真性情 记得在12月初的时候 当时我也去了120 救治 就是在120上面跑救护车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记得印象深刻的 有一个老人 住在一个楼梯房里面 那个房子特别难找 就是左拐右拐 然后上去 他跟我说要到第三个房间 然后第三个水潭 在往楼梯走往上走 当时是一个独居的老人 就是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帮他们抱的120 当时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就120能 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能把工作做得这么细致 关怀到每一个老人 每一个个体 不管我是成家立业 然后找老婆 从同学到恋人 到现在生了一个四个月的宝宝 这一步一步都在武汉 武汉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 非常开心 能够在武汉这个地方扎根 然后继续地深造我的 不管是工作方面 临床 科研 在武汉中心院这个平台 发光发热 然后在武汉 也希望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武汉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每天都不一样 很开心能够在武汉这个地方 生活 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